我就我这句十分钟把它讲清楚 然后把扣打出来 然后这里就是说你去找找它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正方形 就比如说你在 这个输入里面就是example1 它就是有有这个矩阵 然后呢 然后呢它里面的一个 其中一个打量就是那个绿色框框 就是一个正方形 它是有4个1的 那么这个时候 这红色框也是4个1 那么这个时候它可以返回的最大的一个正方形 那么我们返回值呢就是4 那么像第2个例子的话 它就是 你你能返回最大的正方形就是一个unit 所以学的反回就是1 那我们这些想法是这样就是我们 用一个dp的方法就是把 每一个当前这个 这个地方那个 就比如说 Example1 那么第三层最后元素1这个位置 那么那么这个1它能形成 最长的那个 这方 最大这方形的编程是多少呢 就是我们想用那个 DP来 来做这一题 好 那我们就 你可以看到我们 看到我那个 Screen的话 就是我们就用 这个为输入来 就用这个为输入 然后我们就 要去做个DP 那么DP的话 我们就是说 第一行跟第一列 全都 全都要设为零 因为它就是属于边界 它这个DP的意思是什么呢 DP意思就是说 我当前这个地方 我能形成的最大的这方形的 那个边长是多少 那么 它这个是属于就是初始值 当然就是零了 因为它没办法 形成那个这方形 好 那么 那么我们再来 就是一个个去填充这些东西 那么好吧 那填充的东西是什么呢 填充的东西也是 当前这个点 它能形成的最大的这方形的一个边长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填充这个位置 那我填充它的时候 我首先要检查 原始输入它这个位置的1 是到底是1还是0 那如果是1的话 那我就是 把他三个邻居对吧 谁是他三个邻居 就是他的上面跟他左边跟他的左上角 这个是他邻居 他想找的 他想就是这个点 他能他能detect一个东西 就是说 这个位置 他能形成的一个最大这方形的座上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检查他们三个都为0 其实我们要在这三个元素里面找最小值 然后再加上当前这个元素就是1 所以我这个地方能够形成的最大的正方形的变成就是1 OK 好 然后 然后这个地方它是0 所以如果说他是0的话 不管他邻居是怎么样 他这地方都只能形成0 因为他这个正方形的最右下角已经是0了 所以他这边就只能是0 好 那么146c 那么那么这个是1 那么这个是0 那么这个是0 那么其实这这一排输入跟这个是完全是一样的 因为他这个属于 输入的第1行 好那我们做第2行的时候 那么这个地方就还是 还是1 还是 0 还是 啊 这还是1 那地方 那这个地方还是1 就好 我就重新来解采 就是 为什么说 这个地方它还是1呢 因为他他三个邻居就是 这两个邻居跟这个 最小值是0 对不对 那么0加上这个1 那还是1 好 那么假设说啊 我就假设把输入赶下 我假设把输入这地方赶成0 我如果说把他赶成0的话 他们他这个地方就应该是0 因为如果说这个这个点他已经是0了 说明 不管我的邻居是怎么样 我都应该是0了 嗯 好 然后我们然后我们再来 然后我们 再往下走 那么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那就是 还是1对吧 还是1 然后 这个地方是 还是1 那么这个地方是 这个地方多少 这个地方还是1 那么正好 那么那么这个就就开始来 就变得比较 那么这个地方的是 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1加1对吧 因为他三个邻居 都是1 然后他自己本身也是1 所以我这个地方加上就是 那么12 啊 OK 那么这个地方呢 12 对好 好 那我们就就 我就讲快点 这个这个地方 这个你懂了 那么正常是0 那么这个地方是 就是 就是我这个地方是的话 是0是吧 0 好 那么这个地方是0 这个地方是 0 是这样子的吗 看一下 对他这几个都是0 因为下面他本身就是0 好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找到 就是这个地方 他可以12 这个地方也是 他所代表物理意义就是 如果说他为2的话 就说明 这个地方 可以组成一个2乘2的 等一下等一下 那个倒数 最后一行倒数 第2个是1 应该是 哦对对 这个是1 这个地方2的代表物理意义就是我 这个地方跟他是可以 呃就是 就这两个地方可以组成一个 2乘2的正方形 那么他这个地方的2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可以组成一个2乘2的正方形 嗯 OK OK 好 你要是 懂了我那我就开始写扣 嗯 OK啊 好 好 那么扣的话我们就是一开始来定一个 一个 一个 maximum 就是我最长的一个正方形的那个编长多少 那么开始就定为0 那么一开始的话我们就会定义那个 这个呃输入了一个 呃 其实最好 最好那个max length 就不要写在 外面 哦是吗 因为它等于是全值嘛 对就 最好不要用全值 为啥 用那个local的会比较好 啊 是不是是不是内存的 全值全 嗯 也不是好像反正资本上都不会偏向用全值别的呀 好 好 那很多时候就让你传餐也比较比 有时候比全值都好一点 好那我那我就把这个放在这 好 对对对对 好 那么一开始我们就是找他那个 呃长杆宽对吧 那么一开始的话我就要去 处置化一个dp 那么dp的话 是二位dp 那么dp的话就是等于new 啊 这个是learns 对吧 然后这个是with 嗯 啊 加1其实是 等于我们多了一行多了一列 对吧 嗯 然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说我们要定义两个 变量 那么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等会要 用来去做循环来便利每个元素的时候要用的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是 一开始我们就是i i它等于0 i等于0 然后i小于 多少 小于等于learns 对吧 嗯 对 然后呢每个dp 这个 每一列 就是i 每一列的这个地方上我 对第一个元素我都复制为0 对吧 那其实就是第一列我把它全都复为0 OK吗 这一点 对 OK 然后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相对于我现在是对行进行操作 就是每每行的 每行的那个啊就第一排 就是第0行第1列 那么这里处处理处理 cobe with row 然后就定乱完之后然后然后我们就开始去 去去便利啊每个元素 每一行这个是从一开始对吧 因为因为第一行已经 对 然后我的i就小于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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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狗球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 就是我是 每一行每一列去便利 然后呢 如果说 如果说他就是每行每一行列去便利 就是每行便利是每列便利 那么如果说我当前这个 matrix 这个地方那个点 但是他就减1啊 因为我们这个dp已经是 啊 加1了 那如果是这个地方就是说啊 他等于 0 对 那他的输入是share 不是 不是iniger 那如果他等于0号 那我们就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我们dp这个地方 就是等于0了 对 就是只要他当于等于0的不管怎么样 他最能形成一个正方线最大值的也就是0 嗯 好那么 如果不是这种情况下 这样就是else 那么 那我们就要把current的最小那个 就是那个minneighbor 就是把minneighbor找出来 那minneighbor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呃 他的 dp的 就是左上角 就是i-1 这 这-1 跟 他上面跟左边的 这个 呃 我这是应该是min啊 应该是6min 那么他左边的元素就是啊 i i-1 j-1 对吧 这是左边 那么他的上面就是啊 i-1 同 上面就是这个是样 然后 我就会去把 dp 当成值就等于 因为这个 因为走到这一步的话就知道他这个地方 matrix 就算是等于1 所以我就是dp i j 就等于1加上那个minneighbor 对吧 然后然后我这个时候再更新这个maxlens 就等于 对对那 maxlens 加上 呃就跟他compare 对不对 对吧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来update 其实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每次把这个最长的那个值把它找出来 然后完了之后呢我们就是可以去return return这个maxlens 他是编长我们要return他那个面积啊所以我们说maxlens trainmaxlens 你检查一下你检查一下 我看到好多错了 打字错误 好 好那我们 来看还有哪里问题 啊 让我看看啊 啊现在一个好了 啊 还有啊 那个 嗯 嗯